自古以來,皇權的統治者出行的實話 都有自己的專屬作家 有的被稱之為龍眼 有的被稱之為鸾架 是帝王出行或者舉行重要儀式的必需品 更是皇權尊貴至高無上的象徵 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現代 各國領導人似乎並沒有改掉喜歡相互比拼的毛病 各國首腦專屬作家的豪華程度 成了比拼國力大小、工業能力和國人面子的一項重要指標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領導人的作家 當然也絲毫不可馬虎 中國領導人使用的紅旗L5 號稱是自主研發的民族驕傲 可以對標世界級豪華品牌勞斯萊斯 售價七百萬人民幣 全球限量一百台 且不說領導人使用的防彈版本 即使是普通版 那也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到 這一百位幸運的購買者在購買之前 要通過嚴格的身份和政治審查 並且還會在購買協議中加入一條霸王條款 不可轉賣 那麽中國領導人的作家 民族的驕傲 和其他國家元首的作家來對比 處於怎麽樣的水平呢 從中國官方的視角 可以用一首詩來形容 豪車如此多驕傲 引各國元首敬折腰 其美國日本略輸氣場 論韓國歐洲韶迅風騷 瞧巴西南美簡直寒酸 一代天驕俄羅斯 霸氣外露底蘊不足 巨網衣屬風流倜傥 內臉霸氣 還看天朝 說這台車好的人一定都 放了良心 這台車隔音降噪 包括發動機的隔絕 底盤懸架的舒適度 比之前的幻影要弱很多 習大大的車子 在中國恐怕很難獲得客觀的評價 但是生產它的企業 平時的產品是怎樣的調性 絕對可以從側面反映出來 紅騎這個品牌 我覺得四個字可以概括了 坑夢拐篇 是一台名副其實的工業垃圾 正是把這個假搭控這三個字 發揮的XX淋漓盡之 這小問題真的是比比見識 這個杜克四條 你看看杜克四條全部給我脫落 每一份 除了門把手不彈觸 導航實際 定速行航推出之後 如果你不充其車輛 就再也無法開啟 這些等等的BUG之外 訪判假設這種拼進來 非常便捷的功能 兩頭輛上下車 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領導自己的XXX改車 如果你啊 我鎖這台車的BUG 我能從現在鎖到明天早上 你來九點 為了防止有小粉紅戰狼 噴我什麼乳化不客觀 那麼下面的內容呢 我就直接引用百度百科 從紅騎的歷史說起 1950年的2月 中國的領袖毛德東訪問蘇聯 他在和斯大林會見的時候啊 斯大林的禮儀不周和傲慢 刺傷了毛澤東的自尊心 所以啊 毛澤東回國之後啊 就很少再乘坐蘇聯人 送給他的集思專用車 而後蘇聯的領導人 赫魯曉夫上臺之後啊 對中共的態度是更為的不友好 同時在國外還封鎖中國 此時 毛澤東的專屬座駕 已經是超期服役了 但是又沒有辦法從外國買車 因此啊 毛澤東很希望能夠有一天 坐上中國自己製造的轎車 於是啊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份的時候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 討論十大關係的會議上提到 我們什麽時候可以走上 我們自己的小轎車來開會就好了 為此下面的領導人啊 都紛紛把自己的座駕 獻給長村一氣作為樣本 來開發國人自己的車 周恩來獻出了法國人送給他的雷諾 朱德交出了自己的斯科達 誠意也奉獻了自己的奔馳 於是同時呢 這個吉林工業大學借來了一輛 一九五五款的克萊斯勒作為參考 開始研發 在一九五八年二月的時候啊 毛澤東等的都有些不耐煩了 他有一次來到這個長村一氣來視察 並且再次問到 哎 什麽時候能夠做上我們自己的小腳踩 於是長村一氣上下所有的職工 不敢再讓毛主席久等了 幾乎全部的一氣員工日以繼夜的 投入到第一輛轎車的正式製作當中 僅僅使用了三十天 在五月十二日的凌晨五點半 凌晨五點半完工啊 那真的是日以繼夜 中國國產的第一輛轎車製造完成 啊純索公敲打出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歷史時刻啊 正是處在歷史上三年饑荒的時刻 老百姓餓著肚子歡呼 我們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 讓領導人擁有了自己的奢侈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琢磨出這個味來啊 毛主席一聲令下說 我們中國人要有自己的汽車 結果動用了大量的國家的資源 花費了大量的金錢 基本上對於當時普通中國人來說啊 你除了能看到能聽到之外 並沒有什麽實際的實惠 在中國老百姓的身上 要知道當年希特勒一聲令下 打造的也是國民都能買得起的小轎車啊 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大眾甲克松 所以啊大家有沒有覺得在那個時候啊 中國就已經有了類似吃播的產業的雛形 大家都看著主播在吃 自己餓了肚子 比吃東西的主播還要高興 中國人用三十天以舉國之力 造出了自己的汽車 今天聽起來啊 感覺這個事情都有點奇幻 當時重金打造的紅旗轎車 它到底是中國老百姓的驕傲 還是中國領導人的面子 對於饑荒中的老百姓來說 坐在家裡餓的前胸貼後背 半截腸子都沒有屎了 看著領袖坐著豪華的汽車 我他媽有面子 這真的是太讓人匪夷所思了 另外這些領導人 總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而自居 卻要和那些資產階級的國家領導人 去比面子 我見識少 只知道美國的白宮長什麽樣 至於中國領導人在中南海 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我真的是想像不出來 好了 聽到這裏 估計大家也都聽夠了 你吹了這麽多 這個傳承了中國五六十年 民族驕傲的品牌 打造出來的國民汽車 究竟如何 二手車市場所反映出來的貶值率 是最誠實的 像這種車子怎麽會賣不出去了呢 賣不掉了吧 打臉了吧 當初是你說的 要把全王的紅旗 H球都拿回來吧 那怎麽弄呢 那怎麽弄 虧著賣嘛 虧著賣不行 那你再放三個月可以吧 說到這裏 我其實並沒有在批評 中國造車的抄襲之路 畢竟在那個純無道友的年代 日本汽車的工業發展 它走的也是抄襲之路 不過 當日本汽車積累了資金之後 奮發突強開始了自己的積累和研發 而紅旗則是把抄襲的捷徑 一路走到黑時再也改不掉了 自從一九五八年 用法國車Simcar作為原型車 用錘子敲出了中國的第一款轎車 而後又仿造克萊斯勒造出的第一個紅旗 一九八二年 紅旗CA750 直接使用了日產的R80C 僅僅在內飾和車身上做的細微的改動 在一九八六年呢 CA750F又在這個稻騎六百的基礎上 打造了一款車外觀基本大同小異 一九九六年CA7220 又模仿了這個奧迪一百 九八年的紅旗CA7460 又模仿了林肯城市 兩千年的紅旗世紀星 模仿了奧迪兩百 其中最著名的 是零六年的紅旗HQ3 和二零一三年的紅旗H7 他們採用的是日本豐田皇冠的平台 為什麽說這是最著名的 因為在零六年當時啊 正是中國抵制日貨情緒高漲的時期 那麽在此時此刻 中國人自己民族品牌 竟然使用日本車作為基礎 進行貼標生產 更過分的是 這台山寨車的售價 竟然超過了原型車售價的兩倍不值 一定都放了良心 難道咱們中國的老百姓 就這麽好騙嗎 這個行為 當時傷透了那些愛國群眾的心 不過這裏指的愛國群眾 大多數是那懂車的人 對於大多數普通的民眾 依然是國貨驕傲 宣傳下的自嗨 於是網上還傳了這樣一個段子 說紅旗H5抄襲馬自達的阿特茲 H5表示不服 說造型上面像馬自達 本身也沒有什麽毛病啊 因為我的底盤技術就是阿特茲的嘛 所以外觀上致敬一下很合理啊 總之這一系列的品牌車型 簡直就好像顧維苑的孩子 一個個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所以最終也沒有收穫屬於自己的任何東西 那麽這個話怎麽說呢 我來舉個例子啊 一般這個世界知名的那些車企啊 他們通常會有個家族譜系 他們經過在幾十年的改進升級換代的過程當中 積累經驗 最終他的車是越造越好 而且都有自己的血統和傳承 就拿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車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這個大眾汽車 最新的這個第三代EA88的發動機 那麽第一代的EA88發動機哪來了呢 是從八九十年代的EA113 這個平臺的發動機的基礎上改進而來 捷達的自然機器 帕斯的武器門渦輪增壓 以及後來第五代高爾夫GTR上面的缸內直噴 都是從EA113這個平臺上面衍生出來的 那麽這個EA133又從哪裏來的呢 他是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 EA823的引擎的基礎上改進而來的 中國家喻戶曉的桑塔納 也就是八十年代德國帕拉特B2 使用的就是這款發動機 他們可以說有著相同的血源相同的基因 在這幾十年當中啊 使得這個品牌得以健康的發展和延續 車身的平臺的研發也是同理 所以我們大家想像一下 同樣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生產出來的紅旗轎車 按理說他也應該進行了不斷的改進積累 最終也應該形成一個自己家族的車系 可是事實呢卻並非如此 其實在中國比紅旗更加優秀的國產品牌比比皆是 反而這個擁有最多資源的企業 為了確保不會犯錯的情況下完成政治任務 不思進取一味的走捷徑 讓這個企業成為了中國制度的一個縮影 當這類氛圍充斥的整個國家的時候 也清楚解釋了中國人在目前的體制下缺乏創新力的原因 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現代 各國領導人似乎並沒有改掉喜歡相互比拼的毛病 盡可能的會不惜代價 使用自己國家的自主品牌來維護國家的體面 那麽在這裏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相對越是落後的國家呢 它反而更是重視這一點 那麽對於這個現象 學術界將其稱之為龍脸系數 龍脸系數啊 那其實是我自己瞎掰的 但是大家提及我解釋很有道理 這個龍脸系數呢 反映出來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工業越發達的那些發達國家 而領導人反而會使用那些非常親民的車 那反而越是權力集中的國家 那些領導人的車呢 它越是要豪華 越是要霸氣高端上檔次 這個龍脸系數啊 就是這輛車的原有的價值 相對於這個國家普通的老百姓來講 我們舉個例子 發達國家中產階級 對於那些年收入五萬美金的 這些中產階級而已啊 比如說奔馳S 雖然就不是個理性的消費 但是咬咬牙也不是不能負擔 那麽這個五年還期 我們把這個龍脸系數就定為五 那麽再說中國人 據說有六億人收入還在一千元以下 我們就按小粉紅的邏輯 這六億人不算中國人 取月薪五千的中位數來算 一臺六百萬的紅旗L5 不吃不喝 也要攢個一百年的錢才能買 當然那你要正常吃喝的話 那就不知道了 那可能兩百年 但是這些都不稀奇了 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 花了你兩百多年的積蓄 讓領導人坐上了六百萬的紅旗轎車 最高興的 竟然是交了兩百多年積蓄的中國老百姓 你說這個政府牛逼不牛逼 新加坡年積蓄的地震